在南投有一个18岁的蔡姓少年 到了台中望高辽去夜游 疑似呢瞄了对方一眼 却遭到对方逼车 让这个少年呢情急之下撞车不治 但是最可恶的是 在当时对方竟然还下车去呛瞎 当时的情况赶快联系给记者张俊栋告诉大家 好这段飞车追逐的画面 您可以看到呢是一台轿车 追逐了另外一台机车 这是发生在台中 在昨天的晚上呢 是有这个民众骑机车到台中知名赏夜景的景点 望高辽来看夜景却遭到了这个飙车组 开车来追逐 甚至在过程当中是拿着这个空气枪射击 还有球棒殴打 甚至最后是造成了这台机车呢 是撞上了路数 当时这个驾驶头破血流伤众不治 今天警方做出说明 我们来替您稍早的访问 望高辽到案发地点 大概也有四五公里 那因为它是整个下坡的一个路段 所以从监视器上面来看 我们这个也没有办法实际判断它的车速 但是速度也不慢 大概六七十公里左右 好在夜游的过程当中碰到二下 甚至在发生车祸的过程当中呢 这一台轿车的驾驶甚至还下车来查看 大呛了这个 已经伤众不治的这一名这个驾驶呢 是说他很会跑是不是 结果使得这一名驾驶呢 他当时是直接当场伤众不治 但是后方在这个机车乘坐在后方的这个乘客呢 当时是受到轻伤 他告诉警方呢 当时这个在望高辽来闪夜景的时候 是遭到了四台机车 四台更正是四台的轿车 还有五台机车来追逐 大概追逐了将近五公里左右 那么根据警方所说的这个过程呢 是大概车速有六十到七十公里的情况 那警方呢 最后是逮捕了五名凶贤 只是在车上里面 当时是三名的这个轿车的乘客 以及驾驶呢 目前都还没有到案 这是目前问题掌握在台中的最新情形 把时间镜头交换 好我们谢谢军动报道长的最新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因为瞄了一眼 这骑士就恨死街头 而警方正在全力气凶当中